音樂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各行各頁節目 由我Beyonce Chan、陳子彤為大家做這個節目 今天身邊請了另一個嘉賓上來接受訪問 就是一位記憶學專家Janice Hello Janice 你好 Yoshi 你好 Janice 我相信記憶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你作為記憶學專家 相信在記憶學方面一定有很多輝煌的歷史 不如先說說你怎樣進入這行業 我早在七八年前 其實我都是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之下 我就認識了一位記憶學的老師 我最初學的時候 我沒想過有一天我會自己出來教 我只是覺得這門學科隊我來說是很實用 因為用在我工作上 在進修都會很有用 一路就這樣 自己學完之後又應用 跟別人分享 跟著去到後期因為因緣際會 我需要站出來去教 所以一教又教到現在 都有六七年的歷史 在中間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是自己學了這套學術之後 在2006年我就去英國參加世界比賽 讓我大開眼界 認識到很多世界級的高手 那次又給了我很多啟發 原來記憶是可以運用到什麼層次 因為當中有很多的世界紀錄 是不斷打破 而且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原來是有很多層面 和怎樣運用在我們讀書進修 在書門上面 又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性 所以我可以說是 因緣際會接觸到這件事 然後就進入了這一行 就變成我的職業 或者是一份事業 那你現在最主要的工作範疇 是負責什麼呢 我現在的工作範疇 我有兩範 其中一範 我就教一些大人 大人來自各雄各業 我也教他們一些工作上的記憶的應用 例如我會教一些律師 他們怎樣記一些法律方面的東西 例如一字不漏的法律文件 應該怎樣去記 我也都教過一些法律的團體 也都他們在一些產品服務 或者他們經常都會見很多朋友 經常有一個情況就是 見了一個朋友之後 隔了部機 撞回的時候 覺得很熟口面 但又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就是一邊就教成人 另外一方面 我也都教一些中小學生 教一些小朋友 教一些小朋友 當然最重要就是 怎樣將記憶法 應用在他們的書本上 因為學生也有很多東西寄 無論是中文、英文、中史、西史、科學 很多東西寄 另外一番就是教小朋友 對呀 你一提起小朋友 讀書的時候 甚麼都要記 最重要就是要記到滾瓜爛熟 但怎樣去記呢 真的 是否就是靠死記呢 今時今日就似乎 這個死記是行不通的 對 沒錯 其實死記真的很辛苦 因為死記 我們現在這一刻記到滾瓜爛熟 接著沒多久 就甚麼都忘記了 用記憶法 我會這樣形容 記憶可以說一些hard skill的東西 很多人都這樣看 甚麼叫hard skill 就是一些硬的技術 就好像我們學游泳 我們學踩單車 學駕車一樣 你跟著一定的規則 你願意去練習 去鍛鍊的話 你都一樣是會學得懂的 而我會加多一個形容 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記憶法 其實是一門科學 同時也是一門藝術 如果是科學的話 即是說它有些規則 它有些定律 同時它也是一門藝術 藝術的話 即是說 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我們可以自由發揮 所以我形容記憶法 就是有一定的規則和定律 但在這個規則和定律之下 我們可以在裡面自由發揮 所以我們可以創造到自己的技術方法 最重要是自己要活學活用 有時一本通書都是看不到的 最重要是當中你拿出一個概念 然後你怎樣去用自己的個人風格 去發揮出來 沒錯 不如先說一點點吧 剛才你剛才說了 你在較早前的時間 你也去到英國做一個挑戰 不如說說關於那方面的故事 給你聽吧 好 這是全球最大型的記憶錦標 世界記憶錦標賽 這個比賽裡是三天三個全日的 由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 早上六個小時 下午六個小時 有十項全能 基本上是考甚麼呢 有些是考你馬拉松式 有些是考你短跑式 例如甚麼呢 大家經常會接觸到 寄啤牌 寄數目字 或者寄一些啤牌等等 裡面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寄啤牌 一個就是要求一個小時內 是要給你一個小時 然後看你可以寄到多少幅 另外就是給你一幅 看你多久可以寄得到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因為各位觀眾可能覺得寄啤牌 寄數字寄得快 和我沒有甚麼關係 其實有些項目是挺應用 挺實際的 例如寄甚麼呢 寄人名廉孔 他給你一大疊的資料 給你十五分鐘 裡面就是 上面就有一幅相 下面就有那個人的全名 裡面的相片 是來自全球 這麼多個州 不同國家的人 中國人可能只有一位 給你十五分鐘 然後每個人都拼命去寄 十五分鐘之後 就收回那份卷 然後給你另一份卷 上面就只有一幅相 就沒有了名字 你需要寫全名出來 你的姓名也不能寫錯 如果寫錯字 就沒有分 萬一 譬如SAMMI 寫了SAMMY 這些情況之下 就扣0.5分 給我大開眼界 就是十五分鐘 你認為一個普通人 寄了多少個你都覺得厲害 如果Fiance 我覺得 你覺得 記到二十幾三十個 是不是都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你也知道 全球不同的地方 但是當年 我2016年 當年的世界紀錄 是十五分鐘內 記到一百八十幾個 現在那個世界紀錄 應該不止這個數目字 在世界比賽裡面 十個項目 由早到晚 是很重的 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我覺得對於我的人生來說 是開了一個眼界 當時有多少人一起參加比賽 當時應該有幾十人 是 但是正確的數字 我就沒有刻意去記 都是來自世界不同各地 沒錯 是 那你那次接受的挑戰 都令你自己 在你的記憶庫裡 都大大提升了 沒錯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原來記憶是可以鍛鍊出來的 我們說 那麼多世界紀錄可以破搭 譬如 記人名唸孔 為什麼可以記那麼多呢 原來那個人 都不是天生 記憶力那麼聰明 其實他是經過後天的鍛鍊 也都是在少年的時候 可能十多歲 一直鍛鍊 到他參加世界比賽的時候 已經有一段的日子 所以他熟能生巧 就可以發揮到 超水準的表現 那你上次最難忘呢 那次比賽是什麼 最難忘是什麼 是這麼長的時間 在房間裡 一開始就開始 揭開那份卷 接著就拼命記 而且是不容許差錯的 一差錯就沒有分 給我一個感覺 我有一個形容 考A-Level 以前我們讀書的年代 A-Level 也是三個小時 一揭開那份卷就要寫 就要快 不斷 沒有停的 你一停就慢 還有要三個字 快而準 如果你快不準 也是沒用的 所以速度 要快要準 真的很重要 還有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提升了很多 提升了很多 覺得有些方法 可以鍛鍊回來 是 所以你回來之後 你就再從事很多 關於記憶學教學的工作 沒錯 那你有否統計一下 你自己現在 教了多少個學生 我應該最少的紀錄 我應該超過兩萬個 兩萬個學生 兩萬個 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 究竟至於記憶學 你當時要不斷的練習 我相信也有些秘訣在裡面 不如你和我們簡單說一下 其實秘訣在哪裡 其實記憶的秘訣 我剛才雖然說是一門科學 一門藝術 但當中有些秘訣 掌握到的話 已經可以應用 其實記憶的秘訣就是圖像 因為我們人分為左腦和右腦 左腦就是掌管了記憶 分析 數學 語言 邏輯等等 而我們的右腦就是掌管了什麼 圖像 音樂 發白入夢 潛意識 這些全部都是右腦的功能 而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天生 右腦圖像的記憶能力非常之高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會很明白 例如你今天見到一位新的朋友 你會很快就跟她互相握手 認識 Fiance你好 接著 隔了不久之後 我在街上撞回你的時候 咦 這位小姐你很熟口面 很熟口面 但是不好意思 我忘記你叫什麼名字 其實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的左腦 我們是不擅長記憶 所以我Fiance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我拿著你的卡片 卡片上面是你的姓名 你的電話號碼 你在哪裡工作 那個是文字 文字是左腦的工作 左腦沒有記憶 但我們的右腦就很不同了 我們的右腦的圖像 記憶能力非常之高 我今天見一見你 基本上 Fiance你的樣子 已經入了我的右腦 右腦天生記憶能力非常之高 所以到我第二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就 咦 為什麼這麼熟口面呢 這位小姐 是因為我們的右腦記憶很好 我認得你的樣子 但是很可惜 左腦不擅長記的文字 我就忘記你的名字 所以很多時候 在社交場合 你不會說 我記得你的名字 但我忘記你的樣子 你是會 你是會記得別人的樣子 忘記別人的名字 就有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 記憶的秘訣就是 圖像是其中一個的手段 明白 明白 好了 大家有多開發你的右腦 還有 我們怎樣真的可以用這個圖像 去幫助你自己在日常生活 幫到你自己的記憶 我們現在先去廣告 回來的時間 再訪問多點 Janice 究竟怎樣真的可以在這個記憶學裡面 幫助到我們日常生活 更加可以施聲奪人 好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來吧 音樂不單止可以聽 還可以按摩 O SIM 星星帶 將我喜歡的音樂 發成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 SIM 星星帶 香港人好注重白命 無論修夾 素身 整容 化妝 都好講究 市面好多護膚 健身 簽體的廣告 人人都去做 那你 又知不知怎樣選 什麼化妝品 最適合你 怎樣簽體 才最健康 我們找專家 和你分享美容心得 和你深入解構 盡在美的方程式 寵物 是他們主人的心肝寶貝 他們這麼可愛迷人 你會為你的寵物做什麼 寵物的衣食住行 寵物的生老死葬 你有沒有想過付出多少 他們都要美容 他們都要玩玩具 做他們 分分鐘更舒服 做人 愛你的寵物 照顧它的需要 寵愛百分百 各位觀眾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各項各頁 有Fiance陳子彤 以及身邊的嘉賓 Janice是一位 記憶學的專家 剛才說了 其實在記憶 對於我們來說 非常之重要 究竟你有多開發你的 幼老潛能 我們繼續探討一下 Janice剛才說 很重要 要去幫人記 記很多東西 我也知道 你日常生活 有很多例子 是 沒錯 其實記憶學可以應用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例如 我剛才怎麼過來這裡 接受這個訪問 就是我臨時臨急 我去到大圍站的時候 我知道可能時間不夠 我要很匆忙地走過來 我就說 不如坐的士過來 我立即找回你之前給我的電郵 我知道這裡是 沙田安心街19號 18167 我立即在一邊看著電郵 一邊做了記憶線索 安心街很容易記 我知道這條街很令人 心很安 我想像自己來到這裡 就很安心 19號 19號 我將它變成一個影像 叫做一腳 為甚麼叫一腳 因為19號 讀普通話就叫 依照 變成普通話的譯音 就是一腳 我就想像我來到這個安心街 的時候很開心 一腳就這樣 撞下去了 然後這裡就是18167 我即時又做了一個記憶線索 就是一發一輪 我想像來到這裡 原來是很快的 一發一輪 我就進入這個房間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裡 在這裏面 少許記憶法已經方便了我們很多 我做完這個記憶線索之後 我跳上的士 立即跟我的士司機說 我要去安心街幾多號 近住哪裏 我已經懂得跟他說 例如在日常生活裡 很多朋友都問我 人名念孔真的很難記 是嗎 剛才也提過 很多時候是記得別人的樣子 但忘記別人的名字 其實在社交場合 我們都可以用一些記憶法 記住別人的名字 譬如中國人會說姓 譬如我是陳小姐 我是張先生 那很多時候 我就會把中國人的姓 即是八家姓 我就做定一個影像 固定的影像 譬如姓陳的 因為我是姓陳的 姓陳的 我可以想起一顆陳皮妹 所以當我們在社交場合 跟一位新朋友見面的時候 如果她跟我說 我是姓陳的 我立即看她的樣子 在五六秒鐘 大家一邊握手 五六秒的時候 我認著你的樣子 我就想像你的頭上 就有很大顆的陳皮妹 大顆一點 我將你的影像 入了我的腦袋之後 我下次見你的時候 我是有機會記得你是姓陳的 又或者有些朋友姓張 姓張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固定的影像 我們可以想像 有把弓拉得很長很長 這樣也可以 如果要那位朋友 又是新朋友見面 一握手 那五六秒是很快的 我大概會把 把弓拉到頭上 拉得很長 我即時就會做了這個記憶線索 或者我們平時很習慣 寄人家的英文名 例如我身邊有些朋友 我第一次認識的朋友 叫Stephanie 我將他變成一個鞋音 我就拿前面的英文字 叫Step 我想像這位朋友很喜歡 踏步 不斷踏 我試過認識一位新朋友 叫Steven 男人 很高大的 我想像Steven 踏著什麼 踏步 踏著雞 踏著雞 沒錯 我大概看一看 樣子 然後笑一下大家 做一點線索和影像 做完這些線索和影像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複雜 是 因為很多人說自己記性不好 怪自己記不到人的名字 原因就是什麼 我們也是要複雜的 但這個記憶線索 令到我們複雜起來 是有效和快很多 所以我建議各位朋友 如果你每日認識到的新朋友 你收集到他們的卡片 你做完記憶線索之後 你在今晚睡覺之前 將那疊卡片拿出來 逐位揭一揭 然後想像一下 今天在哪裡見過他呢 然後他的影像是怎樣的呢 你回憶回你的記憶那個影像 我相信你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你在街上撞回這位朋友 你會第一時間叫到他的名字 如果我第一次認識你 然後隔了不久之後 撞回你 然後我會叫Fiance 你的感覺會怎樣 我會很開心 而且覺得很受尊重 而且你會覺得你是記得我的 沒錯 所以以上跟大家分享 是一些小小的方法 我相信其實真的很重要 有時微不足道這件事好像 但其實如果這個記憶幫得到你 我相信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會真的更加好 特別相信在你的工作方面 也會幫到更多 我想問回 在小朋友的角度是怎樣呢 剛才我們也經常提及到 就是他們需要溫書、背書 究竟幾學可以怎樣幫到他們呢 說到小朋友 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在小朋友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恩財私教 因為每個小朋友的特質都不同 有些坐不定 有些喜歡站著身 有些要動一下 我會因應小朋友的特質 再配合記憶法 我們也知道 小朋友真的有很多東西記 不同的學科 高壓力非常之重 在教小朋友的過程之中 除了教記憶法之外 我覺得不是純粹教記憶法那麼簡單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心理學的元素 很多的motivation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找到這個小朋友 學習的模式 和他的特質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小朋友看書 速度很快 揭一揭 已經可以很安靜 很吸收 但有些小朋友 原來不行 所以在我以前的經驗之中 我是教過的中小學生裡面 有些真的成績本身已經很好 讀名校 有些真的很差 已經是全級 有些是中等的 不同類型的小朋友 我也接觸過 我覺得 恩財師教 是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 教記憶法的過程之中 一定要因應小朋友的特質 你去發揮 才會把記憶法的精髓發揮出來 並不是很多人以為很簡單 只是講一些理論 然後叫他背書 記憶法 不是那一回事 在我以前的經驗之中 有些讀名校的小朋友 他們本身已經成績很好 他找我 就說我要記Biology 其他科已經很厲害 我看回他的成績 Biology通常是六七十分 其他科很好 你已經全級頭幾名 經過大概兩三個月的鍛鍊之後 有些學生 Biology竟然考到九十幾分 全級第二名 這就是恩財師教 他邊科比較弱 或者他要怎樣 我們在過程中 跟著他的方法去 那就OK了 不是這樣教就行了 真的要看小朋友的特性在哪裏 再配合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後想問 Janice 其實在你的工作範疇裏 你覺得最開心是甚麼 最開心是甚麼 最開心是甚麼 很多學員上完課後 跟著去考試 跟著跟我說考試合格 因為在我過往的經驗之中 很多成年人 無論大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他們有很多都跟我分享 其中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其中一位學生 他是從事這個金融的行業 他需要考專業時 他那次考試就是失敗了 他抱著博一博的心態 就來上我的班 上完課後 他拿著一疊書 在問我 Janice 你可不可以示範 或者再說多一點 我這一堆資料應該怎樣記 我回了兩個小時 跟他一起去看他要考試的內容 我陪著他一起記 告訴他記憶線索應該怎樣做 在那兩個小時內 他真的記得到 跟著他去考試 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這次不合格 你就要請我吃飯 如果你這次合格 我就請你吃飯 因為在那個試驗當中 你真的記得到 如果你考不合格 就是你的事 所以你要負責任 你要請我吃飯 結果他考試真的合格 他通過了 他很開心地打個電話 跟我說 Janice無論如何 這餐都是要我請的 這就是開心的時候 有些學員 有些來自大公司的電腦部的經理 原來他們都要記一些電腦的密碼 可能每一台電腦 幾十台 甚至要幾百部 他們有些都要記的 他們學完之後 回來和我分享 我真的用了多久時間 我真的能記到 所以到很緊急的時候 電腦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第一時間 憑記憶可以進入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問題 也有位學員 他從事酒店行業 原來香港的酒店 都分為三個不同的類型 有一位學生 跟我說 我很難記 客人一打電話來的時候 我就要告訴他 這間酒店是屬於 幾個類型的 我整天都要搜尋 香港也有二百幾三百間酒店 抄來抄去也很煩 我跟他分享了一個方法 他寄完之後 他覺得以終是可以的 然後他打電話來跟我說 以終是可以的 從此之後 那些客人打電話來 他就第一時間 可以告訴客人 這間酒店是屬於哪個類型 也因為這件事 他覺得自己專業了 自信心提升了 所以其實真的 記憶學來說 不只是幫助小朋友 其實真的 男女老友是很需要的 各行各業 對於記憶方面來說 只要如果你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幫你記住更多的時候 你資料多了的時候 相信老闆 尚識你的機會 也多了很多 對 今天很開心 多謝Janice上來接受訪問 是 讓我們知道 其實在記憶學裡面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不妨去考慮一下 會不會讓自己的幼老更發達 幫到自己更多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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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津 對 中國 有 防洍 對 不過 幸福 然後